援助災區現在家庭主婦也能發揮他們的力量 這是在瑪妮娜的慈禧志工 他們就號召了當地的婦女 組成了一個洗衣大隊 他們是將木道的二手衣服 進行清洗晾乾還有整理 準備要送到災區去 搓越大力 洗得越乾淨 之後再用清水清洗 每個人忙得沒空交談 這些原本都是木籍而來的二手衣 只要洗涤乾淨就能繼續穿 此一職工號召菲律賓當地的家庭婦女 揪團洗衣 晾乾 整理乾淨 送往災區 我還願意幫助我 跟我的家庭和家庭 我幫助我 我沒有認識 我沒有討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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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我沒有討論 我沒有討論 因為我認識 我的家庭和家庭 因為我沒有討論 我沒有討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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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算無法進到災區直接協助 但能幫多少就做多少 不仍看著國人受苦 當地房地產企業家 帶著十二名員工加入洗衣大隊 一方有難 十方持緣 從各界匯聚過來的善能量 就在此刻湧現 來到這樣子緊急時刻 唯有平安的人挺身而出 一起為受災民眾付出心力 大西文 人文 真善美 志工 菲律賓 綜合報導